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的命格水是比较弱的 通常腎黄肥料是比较差一点 微微的咸的食物你会特别喜欢吃 相反太甜的食物你要吃少一点 因为腎黄肥料是比较弱的 吃太多甜食物会容易引致什么呢 所以这方面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知道命格是缺火 或者是火比较弱的就可以吃多些红橙子颜色的食物 另外原来味道方面可以吃多些苦的食物都是有帮助的 相反因为水黑火的关系 熟水的食物太咸的食物就不好吃那么多了 太咸的食物会刺激到 例如如果你有颜高或者心脏病 这些是火比较弱的身体状况是容易被较弱的 所以这方面大家的饮食方面要留意一下 如果知道大家的命格是熟肚而肚很旺 或者是过弱的话 即是两个极端 都要留意一下 本身熟肚其实代表着甜的味道 如果你是肚很旺的 很明显你很喜欢吃甜的食物 相反如果你肚很弱的 可能你是不喜欢吃甜的 要留意一下一点就是原来 土太过旺的时候 身体和肠胃都比较弱的 原来可以吃多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蔬菜 原来绿色的食物可以帮助到你的 相反太甜的食物就是吃少一点 就会来做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